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季最大的改动就是课金所拿的金砖不会再被偷走了 升级时也会先消耗免费拿到的金砖 这项改动看起来很好 但实际的作用并不大 原因是第二季遇到坏事件的频率变高了 不知道是我自己黑 还是好事件的概率真的下降了 我遇到的事件有一半以上都是赔钱的 大家也可以在留言区说说自己的概率 让我参考一下 原本课金得来的金砖可以作为一个预备金砖 在你没有护盾时 用来升级把免费金砖用完 这样就不必害怕别人来偷了 但以目前坏事件的概率来看 如果你不把课金的金砖用掉 最后很大概率也是会赔掉的 所以留不得 最多也只能在要下限时课金 然后把免费的金砖用完就下限 一旦重新上线要开始走格子 就要把课金的金砖也用完了 另外 课金是越早课越好的 因为可以偷取的对象也是看等级来区分的 如果跟不上大队 你所在的区间活跃人数太少 护盾就会很难消耗掉 成功抵挡偷窃也是可以拿金砖的 如果太晚开始跑 没人把护盾打掉就会少掉很多奖励 所以 大家如果有看到我 偶尔还是可以打一打的 只要不要连打就行了 随缘就好 当然 也有一种玩法 是故意的慢几天才开始跑 以球和大部队错开 减少被偷窃的机会 青菜萝卜各有所好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喜欢的方式去玩 我自己是习惯拿到两个或三个护盾就停 等护盾剩下一个 就继续跑格子拿护盾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玩法 才在第一季创下了一天消耗14个护盾的创举 虽然被打得很惨 但也是真的很补 让我接连升了好几级 商铺里的这些换星头子 就是我的备用头子 有需要时才去买 如果升级后 刚好只剩下一点金砖 我也会缓一缓 让其他人先抢 等留多一点头子后 才会继续跑 这次客栈的大奖 也一样是170层的皮肤 这次的皮肤 是非常好看的孙鲁玉 如果没记错的话 这应该是陆浮和姜维一套的七夕节皮肤 质量非常高 根据上次的经验 无克玩家大概可以爬到120层左右 而克金玩家在克了三次金砖后 运气好的玩家 是有机会在支克几个头子的情况下 就爬到170层的 但如果这次出好事件的概率真的下降了 这个数据就得再往下调整了 我自己上一次是克了四次金砖 然后没克头子拿下皮肤的 这一次相信克四次金砖打底拿皮肤 肯定是跑不掉的了 无克玩家可以拿到的珍贵奖励有 40个SP碎片和135个稀有灵宠碎片 120层的风物质碎片自选 这一次我就不确定是否可以拿到了 120层到170层之间的大奖 就是风物质自选 180层到220层的大奖是 可以开到最新SP和灵宠的碎片 还有一个我也不知道算不算大奖的 三星圣物自选 230级后的大奖 就是非常珍贵的风物质碎片自选了 SP碎片十选一 相信即使是无克的老区玩家应该也补得差不多了 SP张辽大家都有 所以SP张飞是第一顺位要换的SP SP张飞在下一个SP刘备的版本 也是非常重要的人物 之后就看你想玩SP孙策 SP吕布 还是SP国家了 目前这三个SP武将现在都能玩 SP孙策有火烧队 SP吕布有吕疗队 SP国家有魏国女团队 不过这些也都是他们最后的版本了 最多也只能用到SP司马懿的版本 之后也只有SP孙策的火烧队 还有后续的发展空间了 稀有灵宠碎片 一样优先卯兔 然后白泽 都有五星后才去补其他的 必方打魔窟 陆鼠刷分数 其他灵宠差不多都是后辈了 等水猴子和香柳上线后就更没有出厂机会了 至于风物质碎片要怎么选 这个以后我们再单独做一集视频来讲 商铺这里 换星的部分 金币可以买完 银币不需要买 课金的部分 有很多东西要换的就刻金币 如果觉得没东西可换了 甚至可以连换星的金币都可以不用买 但一般来说 不是大刻还是会买完的 SP碎片即使无火了 也可以继续练魂到20级 这边能增加的属性也不少 哪怕是那些已经无法上线的SP武将 也可以练到20级 当然优先顺序 一定会在能上阵的SP武将之后 至于头子 个人是觉得这一季的性价比下降了 因为你多跑也不一定能拿到多少金砖 还是直接先刻完四档金砖后 看还差多少曾能拿皮肤 再决定有没有必要刻头子比较实际 商铺这里的大奖 应该就是SP碎片11选1了 可以换最新的SP貂蝉碎片 如果SP貂蝉还没有无火的 就狠狠地把它换完吧 SP貂蝉在SP大桥上线后 还是可以继续使用的 稀有灵宠碎片的部分 虽然多了一只鲸鱼 不过还是继续以卯兔和白泽为主 无客玩家 只能开到四街商店 算上换星买的金币 大概可以拿190左右的金币 换完SP碎片或灵宠碎片 其实就已经差不多了 不过金币除了用来换SP碎片和灵宠碎片 其他的其实也没什么值得特地刻金去换了 远征碎片现在已经不值钱 无双龙魂又贵的礼谱 还不如直接去刻每周的龙魂又是包 不过如果你有刻到170层拿皮肤 一共就可以拿到250以上的金币 如果全都拿去换无双龙魂 只要再补上4个每日金币礼包 就可以换下2个 如果其他资源全都满了 又赶着要龙魂 这样刻来换龙魂也是可行的 银币能换的就是无双助力包 所有的抽奖卷 随机将魂 最后还有剩的再换随机圣物就好 这一季的清禾大富翁 刚好卡在命魂活动还没结束前 所以也就完全没有加入任何和命魂相关的资源可以换 希望在第三季大富翁时 官方可以考虑把命魂自选也加到奖励里 以增加大富翁的刻金吸引力 否则就以现在能兑换的奖励 对大课玩家来说恐怕还是欠缺了一点吸引力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